大家好,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OP2史密特触发器的特性 实验2是介绍一个无稳态的震荡器 我们先针对前面这个 就是非反向的史密特触发器的特性说明 非反向史密特触发器的特性 会像旁边这样的一个转移特性曲线的特点来看 那先看一下这个史密特触发器 它的特性一定会是此次曲线 一定会是此次曲线 什么叫此次曲线 就是说讯号它在我们非反向的讯号 就是在当讯号是负的时候 在第三向线输出也是负 当讯号是很正的时候 很正的很大的时候 输出也会很大 但是当讯号从负的什么时候转态成正讯号的 正常的比较器是摆在中间 正常的比较器就是当负的超过零了以后 那就会转态 然后降下去的时候 也是当输入讯号从正的变成负的时候 输出就应该变成负 但是史密特触发器它是有的 持字曲线就是当你负的信号要变成正讯号的时候 要超过一个范围在我们这边就1伏特 就是说从负的讯号 它可能是负15伏特或负10伏特 跑到正的时候 它在零伏特不会转态 它要到1伏特以上 它才会从它的输出才会从负的电压变正的电压 在我们这边就是 它会从输出从负的5.7变成正的5.7 然后当它到正的5.7当然你的输入继续增加 输出还是正的5.7 可是当如果输入 输入讯号从正电压往下降 降到正1的时候 刚刚本来是从负到正的时候1伏特会转态 但是从高电压降到低电压的时候 它却要到负1伏特才会转态 也就是从高电压到低电压 现在要到负的这个1伏特才会转态 从低电压到高电压的时候 是1伏特才会转态 那这中间绕的这个圈圈 就称为持字曲线 那我现在就电路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这个条件是在1或-1 然后输出是在5.7或-5.7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Smith触发器的电路 它本身其实 因为它本身是接正回收 就绝对不会有负回收的问题 它一定是个比较电路 就是输出一定不是在正的稳态 双稳态当中的正 正宝盒 或者是双稳态当中的负宝盒 那这个在正的时候 本来在这一点输出应该是15伏特 但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奇纳二极体对接 所以一个其他二极体在顺偏的时候0.7 但是在负偏的时候会有5伏特左右 所以合起来就会是5.7 5.7大概就是这样的电压 那如果说今天这一点是负电压的时候 那负电压这一点当然就很负 所以从零往这边看过来 这个地方会0.7 但是这里会跨一个5伏特 所以这一点会是负5.7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输出电压 会在正5.7到负5.7双稳态的变化 这个是刚刚讲的 那至于说这个双稳态的变化 我们的输入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电阻 一个是5.7K 一个是1K 那这个地方 它这一点的电压是跟0来比较的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 事实上是用这两端的电压 在这一点的重叠定理来决定 也就是这一点的电压 是这个5.7 这个加这个分之这个 那这一点的电压 也会对这一点有贡献 是这个加这个分之这个 所以简单讲就是 这个电压和这个电阻的比 就是等于这个电压和这个电阻的比 就是说这里是5.7伏特 那对应到这边是1K 那这边是5.7K 这边就是对应1伏特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1伏特 超过1伏特以上 这是正的进去 超过1伏特以上 这一点就会变正的5.7 那当它变正的5.7的时候 那自然 你这里要到负的1伏特 才会把它消成0伏特 这里才会变0伏特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回来再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当在负的的时候 那它的条件必须要到正1伏特 才会转态 当它输出变成正5.7的时候 那你输入要降到负1伏特 才会转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图形 就是会得到像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讯号 也就是说输入讯号 它是在负的到正的 这个三角波 三角波是输入讯号 那输出它的最多的高度 就是在1伏特-1伏特 那输出的讯号是方波 就是它的所谓的 史密特吸发系的输出 就是ZINA DIOT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在 两个5点多6伏特左右 那这样的结果 其实如果用这个 这个叫SY mode 去看的话 它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 因为两边都是2伏特 所以这1伏特上去 然后本来它可以往这里走 但是它没有往这里走 直接回头了 那回头了以后 它就会掉下来 那就是超过负1伏特 输入就会掉下来 但是掉下来了以后 它也没有继续往负的地方走 它又变成往回走 所以它这个讯号会在这个上下上下不断的震荡 不断的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特径 我们称为无稳泰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变化呢 就要跟我们后面的电路有关 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我们后面的电路 就是刚刚讲过了 这里是5点 这里输出就是在震5.7跟负5.7 那这一点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震1到负1 会对它有所影响 那我们刚刚讲 就是假设像这样子的讯号 假设讯号从负的往震的地方增加 它要超过1伏特以上 输出就会变成 从震的就会变成 变成 就是超过1伏特以上 输出本来应该是震的 但是我们的特性 却把它变成的转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电路 本来这是三角波会进来 三角波 如果三角波它是从 它是从负的地方 往震的地方走 如果是从 我们直接看这个输出波形 我们直接看 好 来我们 来看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它是 这一个三角波 和一个方波 刚刚说过了 三角波是史密特出发器的输入 方波是史密特出发器的输出 所以当三角波 从负一要增加到一伏特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逼 这个史密特出发器的输出转态 那史密特出发器 就会从本来的小电压 变成大电压 因为当 因为简单讲就是 一伏特就是 史密特出发器 超过应该转态的地方 但是当它一转态之后 它却牵动了三角波往下走 好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电路当中 当史密特出发器的讯号 从小变成大 这个讯号从小变成大 大的话 它就会让这一点有机会 从负的变成正 甚至变成 就是从负的变成正的的机会 那变成正的的时候 那就会尝试让这一点变成5.7伏特 那它变成5.7 就会碰上后面一个积分器 这个积分器 它积的是负电压 因为这是接反向 所以接负电压 就会让这个本来往上走到一伏特 就回头了 那回头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想见 因为这里是正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点要做到负一伏特的时候 它才会降成负电压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双波 就这个三角波 就自然做到负一伏特 那变成负一伏特 以后这一点就变成负的 那变成负的了以后 那自然它就往正的方向积分 就又往上走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图就可以知道 从负的低的往上走 走到正一的时候 那它就会变成正 输出就变成这个VO2 就是史密特出发器的输入就变成正 那变成正的以后 连带再接回这个积分器 让积分器 把黄色的原本的输入信号 再拉回来 那拉回来 拉到零 当然不需要 拉到负一 它才能够让史密特出发器的输出 又变成负 变成负了以后 反向积分又积正的 所以就会上去下去 上去下去 这样的关系就可以得到 我们刚刚讲的SYMODE图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图 它会在正的到负的 往上走又往回积分 积分了以后 掉下来了以后 它又再往正的地方积分 就会让史密特出发器的 这个转移特性曲线 在中间的这个方块当中走 就可以得到 大家刚刚看到的结果 那以上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电路说明 那这样的说明 当然就是 就是可贴到了史座2 那如果我们要做史座3的话 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史密特出发器电路 又要再把它做输出 做一个shaping circuit 这个shaping circuit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里要1K 我们再跟各位简单说明一下好了 就是刚刚说了这几个参数 就是因为这里决定是5.7伏特 这个其纳5伏特 这个这个 这个其纳5伏特 这个0.7伏特 所以这一定是5.7 那5.7这个关键点一定是接在0伏特 所以5.7 这边又希望要有一伏特 那自然这个电阻一定是5.7对一伏特 那这个5.7的话 我们又希望它有一K赫兹的频率 我们自然要去利用这个电阻的冲放电的斜率 来决定一K的频率 所以这个电阻自然也是有一个它预定要有的值 那这个就是这些参数固定的原因 那至于这里为什么要一伏特 那就是因为刚刚的这个 使命的触发器积分器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电压 要让它来做这个 Shaping Circuit 所谓的Shaping Circuit就是 希望能够让这个让这个电阻 各位可以看 这边是4.7K 这边是10K 这地方是Ground 从这里看过来 这里大概是三分之二的电压 一伏特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0.7伏特左右 0.7伏特刚好跨在这个电阻上面 它就可以让这个二极体差不多导通 那反向方向就是这样 所以它就可以得到像这个图一样 三角波 然后它中间这个地方修成 修成这个大概很像悬波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般波形的 波形产生器的IC常用的方式 因为它们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波的方式 先震出一个基本频率 但是悬波就用这个波形产生器去修它 这是一种方法 当然各位10座是可以直接用震荡器去做文式震荡器 但是那种震荡器不方便调频率 所以大部分的IC会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各位可以看这个 现在秀出来的图形就可以得到 这个10座 就是10座3所看到的悬波输出 就是这样的一个悬波的条件 那它的这个格式 自然的就 因为它乘以10倍了 所以就会很像 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把它 把这个东西也放大10倍 然后再把这个3把它反过来 然后再把这个3把它反过来 3反转 就会看到 诶等一下 我好像看得不太对 这个放大10倍 我刚刚接的 等一下 抱歉 因为这个1跟2 10倍是这个地方 就是10倍是这个500mm 跟这个将近是400 跟这个 这个才是10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修的算是蛮接近的 就跟这个图形上看到的结果 是很像 那以上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10座2跟10座3 给各位的说明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各位参考讲义当中 怎么样去调频率啊 怎样得到这个结果